是雙胞胎的美女姐姐 对我们两个人很像 其实长得好漂亮 第一次来台湾我就是来生小孩 直接来生小孩 现在小小哥觉得自己这个胆子很大 一年早晕 今天老公吵架了 反假台湾一年 已婚有娃和公婆同居 意外伤害 好热情 吵架都吵不起来 你根本也是太多了 房价还是蛮高 带着陆沛这个词汇被人 就看到你这个标题就回来骂你 人性本来就有很多恋爱的那些 对我就是来生小孩 日晚期来台湾代产 神秘苏凯的人生经历 对 生日是好 GORUS 哈喽朋友们我今天来约会了 我介绍一位跟我酷似双胞胎的美女姐姐 或许有一部分人认识她 应该在小红书上或者TikTok上有看到过她 不少还有几个关键词 点假台湾一年 已婚有娃和公婆同住 一家办公然后经济自由 今天我跟她超厉害 有很多人认识她充满好机器 我们以前都是偷偷约会的 这次我打算给大家介绍一下她 我选了一家特别绿意傲然的咖啡厅 我才已经有人关注过她最近也在经营那个TikTok 我到时候把那个你的算了不要不要关注我的机器 因为里面会有他们一些 对啊就小红书比较真实 可以先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跟姐姐认识的 我俩缘分的开始 这年的时候就在想我们是首页刷到过你 即将来台湾再产 可能你看到这个年轻 应该是马上要做妈妈 一年早孕 哈哈哈 然后当时没有关注 但是我后来 就多了大概一段几个月时间 我又刷到你了 你定居台湾已经好像生了 生下小孩了 对 当时我就按下了订阅 就关注 然后后来我发现你这个人是很有趣的 因为你经常拍那些迷你Vlog 特别的 就是 哈哈哈哈 可爱 特别特别高 每天在小红书里面胡言乱语 很轻松看他的视频 一开始是被你颜值吸引 后来是被你的情商 被你那种幽默感 后来发现突然有一天 他也关注我了 对因为我有一天我在刷小红书 然后就刷到你 就发现你经常分享什么台湾的美食啊 然后什么餐店 然后我就看我去你都长得好漂亮 结果我这样关注你的时候 发现他显示的是回观 对 发现你已经关注我 然后就双向奔赴了 双向奔赴了 双向奔赴很开心 见面 就互相聊天发现真的我们俩有点像 就不管是有些精密 误说一些性格方面 想法 对对对 未来的规划 但是 他已经 就是已经 提前意外伤害 一年早婚 虽然姐姐比我大一点 但是我俩在一起 还是照样拍拍照 吃吃饭 那两天 真的很开心 看你分享了几天在台湾生娃 然后对网友的疑问的解答 什么 建党 什么什么 什么生育奖励今次 后来你就慢慢分享自己那种生活的视频 然后标题都是 是远嫁台湾和东国 对 先替大家来提问一下 其实我很多都知道答案了 对 就没有看点 然后我也知道现在两岸婚姻其实很不容易 就像走很多流程 超级麻烦 真爱 不能说真 会让你嫁到台湾吗 对 但是他们具体的爱情故事 我打算下支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我留个悬念 我们要聊聊他们婚后的一些事情 我们婚前的一些恋爱故事 我们下支影片再说 你当时来做业子的时候 是你第一次来台湾吗 对 就第一次来台湾 我就是来生肖 直接来生肖 现在小小哥觉得自己这个胆子很大 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之前没来过 没有 我从来没有来过 当时遇上疫情 实际上就是我从来没有来过台湾 然后要来台湾的时候就是 吃饭 运完期 然后卡在运完期来台湾代产 神秘色卡的人生经历 对 就是我来之前还是蛮紧张 我怕我可能不适应 第一次生肖 他就会觉得很恐怖 对 然后又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会觉得更恐怖 原来来之前是这样的心态 结果来了之后 完全没有这样的故事 你跟你家人就同住在一起 同一公共演下去 生活特别和睦 他们就很好相处 对 就很开明 你在一些视频中也说什么 把你照顾得很好 像我老公他怕我来台湾不适应 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 他连我做美甲的地方 还有中睫毛的地方 都他来帮我找 因为他怕我 人生必不熟 然后他也知道我很爱 搞这些有的没的 然后他 显然就是从很多细节上 都帮我安排好 所以就完全没有 觉得害怕或不适应的感觉 那你从家人中间就感受到 台湾人的热情的爱 除了那些家人身边 对台湾印象外界 这没有来之前 还是来了之后 就是有什么改观 他就说有进一步的认识 台湾人很热情 对 好热情 而且都很客气 不管是什么行业 好像走到哪里 都客客气气的那种感觉 服务业确实就是 台湾的服务业 是真的做得很好 吵架都吵不起来 那种感觉 是你跟老公吵架的 你跟老公吵架吗 肯定会吵 肯定会吵 感觉台湾人吵架 不管男生女生 都不会那种吼人 就不会很大声的 这样感觉 就是吵架都是温温温温温的 你现在是住在台北 就台湾还去过哪些城市 除了台北 对 还去过台南啊 高雄 宜兰 其实蛮多城市都有去 都是家人带你一起去 对 跟宝宝 对 也生完之后 去的比较少 然后怀孕的时候 他们知道我第一次来台湾 所以会带我出去旅游啊 就把 就是从台北 先一路开到台南 台南一路玩上台北 玩了半个岛 对 对 真的很好的家人 是还能走的动作 赶紧把我拉出去 玩一下台湾 是让你粗略了解 台湾那些 对的 就每个城市的 不一样的感觉 还有每个地方的美食啊 什么的 都很喜欢 一开始我看你就分享 就是嫁过来一些 生活经历 比如说生育政策什么的嘛 然后后来你是怎么想转转到短视频的 这个 就是开始拍自己的生活记录VL的 其实一直都喜欢拍视频 对 就是我在之前我也会拍视频 就是随手记录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 对 然后就觉得来了 好 谢谢 然后会觉得来了台湾之后 应该蛮多好奇台湾生活的 所以我说那我不如拍成视频 对 分享给大家 还有我日常喜欢用的东西啊 就台湾的东西 大陆的东西 所以你的视频就很好看 你有各种东西 而且很真实 是吗 我以为我很装 没有 没有很装 就是那种幽默感 哈哈哈哈 就每天在视频里面都在凹自己的那种美女人设 这样 哈哈 就是美女 又很大美女 高产博主 少女妈妈 搞笑美女 她全有了 对 我也还 我其实到现在有时候都 还是在恍惚街 对 会会 会忘记这个事情 好像真的是很恍惚 而且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然后就现在就一下中岁了 对 滴滴糊涂过了一年 OK 没有问题 台湾这么久 你最喜欢台湾哪个美食 哪个美食太多了 除了街边 也是美食小吃 已经吃过很多台北那种比较好的餐厅 然后你觉得这边的餐厅 是上海的那些 台北的仅价比很高 对 我也觉得 对 同样的价格在上海就没有停 就不能下来 没错没错没错 包括我妈看这一群 有很多 小吃的话我觉得 就小吃的话其实各有各特色 然后价格上也大差不差 如果要上 平心级的一些餐厅的话 对 同样的价格在台北可以吃更好 对 没错 但我觉得在台湾生活 现在只是说应该是吗 嗯 哈喽朋友们 我今天跟姐妹约会 带了我的新包包出来 这是Teddy Blake的 挺9英寸的 我这次呢 买了他们新出的这个淡奶油色 其实这个同款 我还有个紫色 大小刚好 而且特别使用 我背出去的频率还是蛮多的 因为太喜欢这个款式了 所以出了新色 我又心动了 特别温柔 很像冰淇淋 它的食物更加美 它这个也是这样的卡扣打开 我里面呢就是装了一些自己的日常小屋 全部可以塞进去 它容量也很大 它既可以手提 然后又可以背包包 我会跟大家推荐Teddy Blake这么多年 因为我觉得这个牌子它的理念就特别好 意大利制造 Starbattle的皮革 它是鹅卵石的小牛皮 虽然是美国品牌 但他们都是有一群 经验丰富的意大利工匠 成熟工制作的 用的都是意大利的皮革 缺点昂贵的行销 零售加价和授权费 奢侈品包的那种质量 但是有更加亲民的价格 就是普通人也消费的 从目前为止 我这个牌子已经有第五只包了 然后每次背出去 都会朋友要链接 因为它用起来 真的跟那种大牌包包 没什么差别 不管它的品质啊 皮质 还有背出去那种款式 都特别高端大次上档次 时尚和优雅上从来没有出过错 所以我今天穿着黑色 就配这个 淡奶油色就很搭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一样点开影片下方链接 然后输入我的折扣码 TBDORIS30 就可以享受 30美金的折扣 这美国只有过来 一周就送到了很快 每一款包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很漂亮 我觉得这个颜色 我好像没有买过这种颜色的包 觉得很像一颗冰淇淋 对 没错 但我觉得在台湾生活 现在只需要人家去买 嗯 对 我也觉得 但是房价还是蛮高 没有 台北 一定有落后 你最近不是除了小红说的 你还不是还拍那个TikTok吗 TikTok它是分享一些两岸的差异 就是比较 有带蒜子在里面 这个比较细细 我不算想提我的TikTok怎么办 大家看你按缘分刷到了 对 他们那个团队确实 比较 肯定为了有点流量 为了流量 对 所以为什么小红是比较真实 就分享东西的 大家会想要了解你 比较是自己 对 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那人家台湾一年 在你中间也是有回上海 回家看父母 然后看朋友什么的 还没有回老家 回老家 对 因为我们是回上海的时候 然后我爸妈也飞到上海见 YouTube上其实特别特别多那种 陆沛嘛 大陆沛 因为你当时如果嫁过来的话 会想到一些就是 就会带着陆沛这个词汇被人酸吗 对啊 有 肯定有想过 就看到你这个标题就会来骂你 对 没错没错会 我有去翻他们那些YouTuber 他们属下的留言 或者说 大陆人会说你为什么嫁了他 台湾人说 就冷静 对 就是骂两边的都有 骂哪边都有 自媒体话肯定要带着一些压力 你会有算命来算你 但我觉得你心态特别好 因为你上个视频我也看 以前难免总会出现一些地狱歧视 但是你们放心 我面对恶评是完全不会生气的 因为他不仅帮我的视频制造了热度 而且还让我有素材 把它当成一个笑话 分享给你们听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互利共赢呢 开玩笑的 今天这期视频 其实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我身边有人缺解我 或者是想搞我心态 怎么样能够快速调整回来 可以说这些年 我每次遇到一些 想要秀自己认知上限的人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方法快速想通的 首先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 就是这个世界上 钱是有限的 资源是有限的 还有爱也是有限的 所以设想一下 如果说我这二十几年 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些 又有礼貌 而且认知很高 头脑还很聪明 那这个竞争得有多大呀 我还怎么用我的一点点情伤 和不太聪明的脑子 获得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呢 所以这个世界 其实就是层次不齐的 也正是因为 有一些差的部分存在 它显得自己好像也还不错 也不知道这个想法 会不会安慰到一些 现在正在内耗的人 反正我这期视频 就是讲话和画面 已经完全割裂了 但是电影里面 谢霆锋的帅 一定要说 他怎么的那么帅啊 几十年入一日的帅 回家已经很晚了 但是还是强撑着疲惫的身体 把快递全部都拆完了 明天我和老公也是主力带娃 让公婆好好休息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只是陆沛这个 就是你做自媒体 对 不管是做什么赛道和题材 都一定会有骂你的人 对 你到家的这边 你还是能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然后生活很好 那肯定也是有没有酸民 有羡慕的 有那种欣赏的 有那种庇宿的人 对 肯定有 就是各种心态 因为人性本来就有很多阴暗的 所以就是 他黑你一定是有他阴暗的一面 做自媒体作为一年 但他的内心不够强大 因为我说就是 因为被酸民的时候 是会被一些留言 被心情不好 但我现在已经学会 顾虑到一些事情 自嘲的心态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把控制很好 本来自媒体就是一个 你在表达 所以有一句话 你表达就是给别人 误解的机会 所以这个就是 客观会存在 既然你想要 做你喜欢的事情 你就要做好这个准备 所以就完全不在乎了 就觉得这是很正常 就像我们每天要吃饭一样正常 你还是说自己想说的 做自己想做的 对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他心态特别好 我上次跟他聊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就是一个 特别乐观向上 漂亮大美女 情绪很稳定 情绪稳定 就是情绪很冷漠 但是我觉得我得 适合跟他挺像的 对我们两个人很像 我们对对像 未来的规划 还有MVTI 你应该是一个接人吧 你肯定是一个接人 因为你也是那种做事情 就是会有规划 再去做的那种 应该还是RMFG F人 所以你会心思会细腻 然后会稍微多愁善感 对 我是T人 T人 对 T人就是在很多事情 意外发生的时候 都稳得住 都很理智 可是其实F人的优点就是 你能够会跟很多人共起 对 就是你可能对朋友也很好 然后朋友可能 跟你的关系也很好 然后你们能够互相安慰彼此 对 这就是F人和T人 都各有好坏吧 像我是T人 所以T人的话 网络上有那种 F人跟T人的区别 然后T人就是 面对朋友的伤心悲伤 还在跟他讲道理 我有一点 我真的有一点 就是我会觉得 你要去想 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情 但是你这样教育孩子就会 就会可能比较理性 对 对 因为可能我也希望我的女儿 因为她也是女生 所以我也希望她长大以后能够 能够稳定住我 因为可能面对很多感情上的问题 就是比较情绪稳定 然后乐观丧尚的 因为我看这样笑 在那个视频里 你有时候带过她 对 很可爱 就我希望她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 能够对很多 不如意和意外 因为人生就是会充满很多不如意 所以我希望她能够内心 会要强大一点 算你就拜拜 我也有很多算你 就是很多误解我的 就是上次我误解我的 会变老 或者说带着政治 政治的风下来 会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但我政治狂谋和斗的狂谋 因为就算是最恐怖的 不管哪个平台都会有 就是女老无厘头的来骂你 对 会更加变本家里来骂你 然后这些的话我已经想 我以前前几年会确实会伤心 我现在已经麻木了 可以拔拉黑 对 因为这种都是我自己的 对 就是以你开心就好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地方 是你的地方 你要想要怎么样的环境 就自己开心就好 是就是我自己的频道这样 对 所以我今天就分享一下 我和姐姐是怎么认识的 然后她的一些在台湾之后的 对没错 一岁零一个月 那她在那个台湾台北上学 不会 我们会回上海念书 会上海念书 对 因为我们可能过完 今年过完年就回上海了 我们可能就不长期在台北了 对 我就是来生小孩 然后本来我们的原计划是生完 可在台湾待个半年左右 我们就回上海 现在病毒啊 问题都比较多 所以我们会觉得 好像台北要更安全一点 所以就 过完年又回来了 又回台北 来回住 然后夏天就回我老家避暑 因为贵州很凉快 夏天就回 贵州美女人 最近贵州是不是那个旅游 今年贵州很火耶 就像去年哈尔滨一样 这种趋势 因为贵州什么 新年很高便宜 然后东西好吃 对 还有被网红带起来 就是好几个头部网红 都跑到贵州去玩 然后都在宣传说 贵州怎么会那么好吃那么好吃 然后就招来的好 而且贵州又吃的又好 然后又出美女 哦真的 云贵川真的美女 就是走在街上 都看到好多的美女 然后重庆妹子也是 是的 又重口 然后又很辣 她长得真的又很漂亮 欢迎大家来贵州玩 贵州欢迎您 好山好水好风光 贵州旅游业真的 今年特别火 对 今年特别火 尤其火 我到时候如果台北不曾经 会来上海找你们 对 没错 来上海的时候 你们来找我 也就是定居上海 那是她的 爱情开始 对 没错 然后没有 其实真正开始的地方已经倒闭了 抱手揭晓 她的故事 我希望宝宝就是一天天长大 也是个小美女当时 希望吧 没关系 现在技术发达 哈哈哈哈 幸福了 我们下次再来 对啊 台北的话我带她出来 我好累哦 我不想带她 对对对 我不想 因为在家的话 你公共婆婆会帮你带 对还有 还有我老公啊 她全职带王 真的 她是超级男吧 已经上岸了 我的人生隐私了 接下来就要开始努力 赚钱努力工作 她的工作和她生活的家庭都平衡的特别好 其实平衡的好是伪命期 就你没有办法平衡啊 对 所以现在主要还是在带王 自媒体每天平衡下来花一个小时 碎片化的时间 就我会很喜欢用碎片化的时间 像我平时在家如果要洗奶瓶 要洗完我都会在听播客 就是我也是有时候早上放在那边 我就喜欢听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会觉得时间会很珍贵 所以抓起一切的碎片化时间 去尽量多吸收一些东西进去 其实才刚开始 还在不断牺牲那种好的能量 对对对对 一定一定要这样 不然可能自己会 肯定会破坏 这个世界可能在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但你在做自媒体的时候 已经领先别人很多步了 你开始做这个事情 就想到什么真的就去做 不管能不能做得成 就先开始再说 没错没错 我觉得情商智商什么都特别高 就是感觉 今天在这个视频里夸我能够太高了 没有 真的 大家是不是感受到了 跟你聊天的时候 我就发现就是 就特别聊得来 很通贫的我们 上次我们聊什么嘛 对对对对 我们上次聊到连合照都忘记拍了 是的是 一秒吃饭然后一边聊天 疯狂聊 还喝酒喝 疯狂输出 是的 有想要输的可以关注她账号 Tipop的话 你们就按照自己缘分来刷到 对随缘吧 大家可以看她的日常生活分享 很有趣很有意思 就是一个特别 因为你看她几个视频 就会爱上这种高情商高称的美女 又是一个最美妈妈 我已经被她被夸得有点羞愧了 不愧 大家如果对姐姐还有什么好奇的话 下次影片会分享她跟她老公的爱情故事 反正我已经有知道了解过一点 好 就会比较有趣 缜密色彩在里面 挺离奇的可以说 对挺离奇的 下期 下期 对 下期影片分享 想说我们的美食了 我们这边点好东西 和小姐妹约会的日常就是先拍照再吃 拍够了才知道好饿呀 这边放还蛮扎实 对 这家店真的超级推超级好吃 每一样菜店都很好吃 然后我们都边吃边聊天 聊聊聊聊又聊了几个小时 和同频的人在一起相处 就真的太愉快了 时间负得飞快 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约会了 哈哈 这种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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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是真实 她又是美女 又大美女 又是 我不真的想起我的T套 怎么办 是吗 我以为我很装 没有 没有很装 自己的那种美女人设 这样 那引大家来贵州玩 对 没有问题 开台湾这么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